近日,在甘肃敦煌戈壁荒漠中,再次发现三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加之近期陆续拍摄到野骆驼、荒漠猫等野生动物回归家园,素有中国旱籍之称的甘肃敦煌近年来生态日渐取好。 这处新发现的名为爱珊湖的淡水湖,是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人员在进行春季调研时发现的。 据航拍画面显示,该湖出现在西湖保护区西北方位一片地势低洼处,湖泊东段与河道湿地相连,西段深入戈壁亚丹之中,整个湖泊东西长超过三公里,南北最宽处约800米。 可以看到,爱珊湖水体清澈,壁波荡漾,湖中不时有鱼有洞,水面和芦苇丛中还有芦茨、白鹿、野鸭、欧鸟等栖息或飞翔,已成为野生动植物的新家园。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原来这些沙化了的湖泊,现在周边的植被都恢复起来了,野生动物也在增加,原来这个地方没水的时候,像水鸟和猴鸟根本就不见了。 现在你看那个芦茨啊,大白鹿啊,等等这些水鸟,经常在这儿间隙和繁殖。 2018年2月24号呢,我们在这一带记录到了31封野洛土。 孙志成介绍说,爱山湖是书洛河水汇集而成的淡水湖泊,如今爱山湖和哈拉诺尔哈拉奇两个面积较大的湖泊。 一样,对保护敦煌西湖湖湿地,恢复生物多样性发挥着关键作用。 同时呢,今年我们在利用红外相机,也在这一带拍到了花猫猫,等等一些比较少见的动物。 这就说明了这个,通过这个输了河、熟水,这一带这个环境,进一步改善。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输了河,永远,像永久性的,冬黄西湖,持续水,不水。 这样呢,对保护敦煌绿洲,保护敦煌西部形态,保护甘肃西部的这个形态安全,起到更大的作用。 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的敦煌,境内多沙漠和戈壁,绿洲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4.5%。 作为阻止库木塔格沙漠冬移,保护敦煌,保护墨高窟的最后一道绿色屏障。 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视为未被沙漠吞食的绿色传奇,其近年生态恢复效果尤为明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